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马蹄隔一年四季都非常鲜美 而且它的大小比一般的蛤蟆还要大五六倍左右 大概是一个拳头这么大 营养价值也比文革还有牡蛎来得高 子玲现在在云林的口湖 这里是马蹄隔的产地 想要在其他地方吃到门都没有 不过今天我来这里是有一个任务 就是一日职人大体验 怎么样可以把马蹄隔养得又肥又大呢 全程锁定旅行东西军就对了 不过要开工之前 我觉得要先记记五藏妙哦 先品尝一下马蹄隔还有什么样的吃法 走 铺上满奶丝瓜 跟马蹄隔一起烹煮 在大火蒸煮下 马蹄隔一个个开启 丝瓜的清甜配上马蹄隔的咸香海味 不用另外调味 吃进嘴里 仿佛大海就在口中葡萄汹涌 尽是鲜甜 就算你外面看到饱满了吃起来也不一定有鲜甜的感觉 可是这边就是每一颗都是在你嘴巴会有爆香的感觉 而且是鲜甜就会好吃的 这甜的 还会干 我们从台中来特地带美味老人家来吃马蹄隔 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马蹄隔 不辞千里也要大块朵頤 马蹄隔除了清蒸水煮 其他料理方式更是令人惊艳 葱蒜爆香加入白酒房 淋上马蹄隔汤汁提味 再把一颗颗饱满的马蹄隔一起快炒 黄绿色酒房搭上圆润的马蹄隔 光看就令人口水直流 这道菜叫做大展雄风 听名字就知道厉害之处 巧味芽经过处理调味 跟蛋一起搅拌 这基本上就是煎到底部金黄色之后 就可以翻面了 穿上金黄色外衣的巧味芽香气四溢 端上桌前还有巧思 像月亮虾饼一样的摆盘 好看又美味 最终带嫩的鲜美口感 散发淡的香气 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其实巧味芽就是龙虚菜 为了摆脱原本有点吐气名字 当地人别出心裁 另取名巧味芽 有点醉醉的 而且它里面有一种嚼劲的感觉 有用虾仁煎蛋 然后也有试过其他的煎蛋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想说 慢慢就试试看龙虚菜煎蛋 就试试下去 多了一个一般煎蛋没有的口感 这一道道菜就是出自这位年轻人之手 曾圣文 他是马蹄格之父 曾建崇儿子 因为喜欢料理 把全台唯一 只有在这能吃到的马蹄格 变化成多种美味佳肴 我这里食材新鲜 可以吃到食材本身的鲜甜味道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就不想要去做太多的改变 因为就是让人家喜欢吃食材本身的鲜甜 坚持用食材的原味烹煮 美食只有此处有 要让食客徘徊留恋再三 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 就是马蹄格之父 曾介崇 曾先生 老板你好 你好 这个我有个问题哦 这个看起来怎么偶偶的 是没有吐沙 吐干净还是坏掉 不是不是 它是里面 是它的生殖线 里面都是它的卵 真的假的 那池能吃吗 这样哪能吃啊 营养成分高吗 那肯定高啦 吃了 像这个母的 母的吃粽红 刚才吃米花 小孩吃了有笑红 吃了会变得更好吗 一定会 那这样子养殖时间要多久 一科大概要五六年以上 哇塞 小孩都可以多小学了耶 是 那养有一些技巧吗 有啊 那肯定有 要跟着我啊 跟着我走就对了 好 一日直言大体验 GO 老板 今天我们要蒙拿减洗口 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每天工作之一 是啊 每天都要做 真的喔 很辛苦啊 所以每天你都要这样去感觉 踩一踩 感觉看 让体验池里面的密度够不够 不够就要再补墙 不要让小朋友来 踩不到 踩不到马蹄隔 它就细细练为绩 那我要怎么去感受 用脚筋慢慢踩 慢慢踩 踩到的话就跟脚底按摩一样 好像有一颗石头的感觉 你就多踩几下 让它松了再把它拉起来 老板 你拿我脚干嘛 这是不是 这不是马蹄耶 是啊 是马蹄隔 是脚 你的脚踩到马蹄隔 原来 然后摸到你的脚 我还想说老板想吃我豆腐 马蹄隔学名红树林险 别名文葛旧 曾建崇一早工作 就是检视马蹄隔数量 接着还要当个助产士 老板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哪里 这边就是马蹄隔的产房 制造马蹄隔的地方 这个是SPA池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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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它有什么作用 就是让它们能够沉澱 还有受到惊吓 还有享受 然后老板又感觉到身边受到威胁 这间可是全台唯一的马蹄隔SPA池 水中喷发的气泡可刺激马蹄隔生长 在水中进行受精 还要敲一敲马蹄隔 看看有没有坏掉 养殖马蹄隔的一天不止如此 马蹄隔之父曾建崇 要再巡视鱼温 大量喂养的虱目鱼 能帮忙清除鱼池藻类 有助马蹄隔生长 因为马蹄隔养殖水里面有一些虱目 它是工作人 所以我们要喂食 你注意看 咬一下 散花 真的耶 天女散花耶 看你 哇塞 你散得很漂亮耶 所以你说 不要碰到我 你小心 好好好 隔下往上 真的 这样 一头大便 光撒饲料 就得靠手镜才能撒得均匀 还要爬出池里面的马蹄隔 看看肿苗有没有长大 养殖马蹄隔不容易 但这一切都没有当初曾介从 发现野生马蹄隔来得辛苦 我们今天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这片红树林 听说就是马蹄隔的发现地方 对 哇塞 真的很难走进来耶 对 都会发现它很辛苦 对 很辛苦耶 要在这里对不对 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这是红树林底下 那我们现在 你只要用心 用心看到那个比较有鼓鼓的地方 然后在红树林的气根 树根 或者是那个枯木 或者树头旁边 是这个吗 枯枯 挖挖挖 搞不好是石头 又是啦 这个 真的耶 你不简单 当初曾介从就是这样发现马蹄隔 以为自己捡到宝 决定开始养殖 但是过程并不顺遂 说中间的话你沟通不良 環境变化了 而且他生病人也不晓得 他会死给你看的话 那也说都清空进去 没有跟你经验可以学习 就唯有寄起失败 每一次失败都是大主 两头烧 每天都在烧钱 每次损失都是几十万 还因此跟太太吵架 但曾介从不认输 经过漫长的煎熬与等待 终于让他养出超大马蹄隔 曾经当过警察的曾介从 放弃人民保姆公职 回家接家族养殖事业 靠马蹄隔打出名号之后 开始自采自销 甚至发展文创产品 找到市场立足点 让产业永续 看见更多新的可能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老板成功赋予马蹄隔之后 一天曾经狂卖 三千斤创了记录 是不是非常厉害呢 而且这里已经发展成 马蹄隔的主题馆了 当然小朋友都可以来这里 乘坐这种教法 来游池好好的来体验 你还可以下水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我找到了耶 真的是马蹄隔耶 真的 职人体验大成功 YA